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大多普通百姓一样 也有自己上有老下有小的小家需要养活 但他却从未因此舍弃对大家的信仰 作为靖安寺的一名书立令 除了发明大暗毒数晚 徐斌最高功的时刻 想必就是在作坊中 向黎逼大谈造纸重要性的一幕了 正如徐斌所说的那样 指甲非常用量紧缺 久而久之 立如路丧失热情 工作也难尽职 从诗人心开始 千里之地难免溃于乙穴 也许在云云众生面前来说 暗毒上记载的只是一些可有可无的数字 但是对于大唐来说 那却是国之基础 是百姓的生机 行为天下 从来都不只是口头说说 更要看他活在世上 脚踏实地的做了些什么 而徐斌则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带着他常人难及的匠人之心 着手造纸 尽自己绵薄之力挽救着大唐 从竹到纸 步骤繁复 时间漫长 别看徐斌造的纸是薄薄的一张纸 可这纸上 承在的却是一颗 新兮国家的权权之心 徐斌则是一件书令力 便逆不悔 只想着 研究这造纸之书成语古墓 有他们除人 大量生产 死者 这竹纸片一样 而且好用 用于朝廷的公文暗读书 不显得再好过 士兵心想着 也许过个三吧 落入黎门 可以重拾蛇情 到时候 我大唐圣经 就能在线了 正是因为 《长安十二时辰》 愿意立足于 默默努力的小人物 我们才能认识到 这样一个 至真至纯 至情至信的徐斌 也才能明白 只要你心怀信仰 并为之付出努力 小人物亦可以散发出 比肩主角一般 不简单的光辉 如果你想感受到 更多真情实感的正能量 那就记得时刻关注 《长安十二时辰》哦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